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宏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卷股价指数下跌了16点 这里其实大家的信心还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最近大盘的量人是一直在往下降的 所以市场上面没有那种high的气氛 当然大盘走势就会比较颠颇一点 这里的个股的轮动速度 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内股的轮动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其实大盘的利多 它是不会做反应的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 一些特别的现象就是 大盘的利多或者是说个股之间的利多 它已经会有所反应了 现在的指数它回撤了月均线的乖离 这里是乖离过大的时候 BIOS已经超过2% 2%以后它会做一个回撤乖离的动作 回撤回来之后 其实目前月均线它还是上扬的 你说这里是多头还是公头 还是空头 看起来这里都还是一个多头的走势 但是大盘的表现 另外最重要的其实在于贵买市场 因为中小型类股才是现在大盘的市场上面操作的主流 你可以看到贵买市场昨天刚站回月均线之上 昨天刚站回去月均线之上 它现在月均线是翻扬的 它现在月均线是上扬的 扣底值却准备要扣底高的位置 所以这个点位就非常重要 这个点位就非常重要 一旦越过去的时候 整个加权贵买指数的均线它会往上走扬 一条上涨的均线它就是一个支撑而不是压力 这时候整个中小型内股的走势 就会开始转强 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 均线的方法 我只用一条均线而已 均线的上扬跟下弯 它是代表趋势的方向 所以当股价跟均线乖离过大 它一定会做收敛 乖离过大它一定会做收敛 不管你是大盘还是个股 你要放弃买到绝对低点 跟卖在绝对高点的想法 你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抓到整体的波段的行情 所以你的操作逻辑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的操作逻辑在哪边 我现在看到的大盘 它告诉我什么样的讯号 你能不能依据这个讯号来去做调整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先跟大家讲 以目前的均线的走势来看的话 你如果要个股之间出现一个大涨的走势 最重要的是这个点位要过 等到这个点位一过的时候 基本上市场的情绪就会开始转为乐观 现在大盘整体的支撑 支撑力道还是强的 因为我的均线还是上扬的 所以下方还是有支撑力道的 它就在这边做缓步的盘整 等待突破这个地方的高点 一旦突破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加码的时机 过去大盘的对于利多的反应 其实是不佳的 比如像说被动元件 他们的获利很好 可是基本上有人看到被动元件获利很好 可是他就不会动 但是昨天2492的华星科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它的获利 单月获利已经达到5块钱的时候 其实今天利多是有所反应的 今天利多是有所反应的 包括昨天6435MOSFI的部分 大宗公布的营收 它的营收成长多少 我们看一下它的营收成长率是高达 高达40% 年增40% 它的年增是达到40% 所以整个包括在MOSFI的涨价题材的部分 其实慢慢的已经有一些资金在做回归 如果说这一些题材可以慢慢去带动起来的话 族群性出来了 主流自然就会出来 主流出来了 大盘会走稳 个股之间就会轮动的去做表现 我们在操作上面就必须因应盘式来去做调整 最重要的还是资金的流向 因为只有资金的流向 它才能够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你要再搭配产业面的趋势 金流示意图告诉我们说 当市场上有一群资金的时候 有一笔资金的时候 它会先找到族群性 然后再找个股 最后上涨的时候才去做获利了解 资金它会先找族群 这个族群就会在金流的土里面做显现出来 所以金流选出来的个股 它也代表说它是有资金在做布局的 配合盘式开始走稳的时候 这些有资金在做布局的标的 就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标的 在7月11号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了 现在市场上面你可以看到 包括3141的金鸿跟8069的元泰 这两档个股是做什么 它是做电子标签的 它这档个股它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可见得有人在先做布局了 有人偷偷的在做布局 有人悄悄的在做布局 我们可以去观察到整体的产业 没有什么样的很重大改变 包括Emeron Emeron的无人商店 还有小七的无人商店 这两个无人商店开始在做大量的布局 因为他们开始在往各个地方 去做展店的时候 原本的示范点 开始慢慢的往各地去扩展 这是在台湾 台湾有什么7-11 X 美国有Emeron Go 然后中国他们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无人商店 开始在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所以这些无人商店 自然就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在哪些个股 包括在新巨科 元泰 金鸿跟玉创 这些个股里面 其实都是相关的族群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 大盘的轮动速度非常的快速 我刚刚跟大家谈过 它的涨势很难就是一飞冲天 很难就是说你今天买进去之后 然后它就马上啪就出去了 因为大盘的 大家现在市场的气氛 是比较偏弱势的 是比较偏悲观的 那这些个股呢 即使它有未来有很好的前景 它也必须要忍受市场的震荡 所以包括8069的元泰 是不是跟你讲说涨上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你不要再去追了 你不要再去追了 因为它会回撤月均线 它会回撤月均线 所有均线的乖离 它都一定会做熟练 所以当我的乖离 过大过大过大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会做熟练 所以现在的操作的逻辑是什么 操作逻辑的概念是什么 不是代表说它不好 也不是说这档个股呢 它未来的成长性也不佳 也不是这样 因为市场现在的气氛 会带动整个个股 它的走势特别的颠颇 在它的颠颇的过程之中 当然就要涨上来 你就要先做一趟获利了解 拉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再做布局嘛 尤其是这些资金 有在布局的标的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到的 就是你的操作的tempo跟能力 那无人小气呢 其实还是未来市场上 是最大的重点 你可以看到电子标签的部分 电子标签的部分 是未来他们会使用量 是非常大的一块 那所有的电子 所有的货架 全部都要使用电子标签 还有包括镜头的部分嘛 3630的新巨科 是不是公布获利出来 它也是非常惊人啊 可是呢一样啊 乖离过大 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叫你不要追了 乖离过大 乖离过大它就会做收敛嘛 现在都是在走一个收敛 技术分析 或者是技术间的价差的过程 涨多的个股你不要去追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去买嘛 那一些涨多的族群啊 不代表说 现在拉回来 不代表说它不好 而是那个买点的 你可能要再多加琢磨一下 包括3141的金鸿也是一样 你看它涨上来的时候呢 跟月线的乖离过大 它就收敛 跟月均线的乖离过大就收敛 跟月均线乖离过大就收敛嘛 现在就是走这样子的行情 但是月均线是上扬的 月均线是上扬的 所以它在收敛的过程当中 是一度的创高上去 这边是不是创高 这边是不是再创高 所以呢上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卖 拉回的时候 你才能有机会 再把它接回来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现在的tempo就是如此 那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资金的流向 当你找到资金的流向 它才能告诉你 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嘛 我如何去知道资金的流向 当然就要使用工具啊 你不可能就是光靠自己 每天去筛选那些个股 台北股票市场1800多档 1800多支的股票 你怎么去筛选到 真正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标的 那些资金转入呢 它还要能够带动得起 个股的上涨 它才是有用的标的 如果说你那些个股是没有办法动的 或者是说它可能只有一天的行情 那就没有用了 它没有办法带出一整个波段的行情出来 比如像说7月13号的时候跟大家谈过了 4942的加张市场上面没有人在谈嘛 4942的加张呢 我告诉你说这个部分 这档股票有资金在做转入 它很特别 它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你再去查询它的个股的基本面表现嘛 我说过它的股价净值高达47块 去年EPS也有一块7 那主力的TVNB 除了主力的TVNB 今年还是成长以外 另外还切入了车用跟半导体的部分 那量占比呢 从1500来到268 所以286 所以相对来讲 它是有资金在做布局的 这一段盘整的过程之中 一直带到今天 一直带到那一天 才7月13号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大量的资金 发现了它的优点 所以它开始做布局的时候 就会带动整个讯号的启动 但是呢 现在市场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过 市场的状况 它是比较疲弱的 所以你看到说 它这里 这里开始有资金 在做大量布局 7月13号的时候 拉上来的过程之中 其实它过高 一样 它BIOS来到相对高档的区域的时候 就要回撤 来到相对高档区域就要回撤 但是代表说 它这场个股结束了吗 没有 你看它的均线都还是上扬的 它的均线都还是上扬的 一旦涨的时候有带量 拉回是量缩整理 一旦出现再出现买盘的时候 再出现买盘的时候 它就会再度突破上来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操作的逻辑跟方法 你要从金流的方面 你要从资金面向 去找寻未来产业的焦点 然后从资金的面向 去寻找这档个股 未来的成长力道 时间的关系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再讲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的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立上加厉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心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变连会员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的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立上加厉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令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跟你分享 不不要 不现在请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目前加权股价时速 下跌了21点 我刚刚跟大家讲说 其实现在的盘面上 除了利多会做反应以外 重要的是 有一些跌升反弹的股票 它也开始显现 它的反弹的力道 之前跟大家谈过的 包括很强大的主流 在涨价题材的部分 细菌源也是涨价题材的 其中之一 细菌源从这段 一个波段跌下来 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环球金跌 涨到642块的时候 一路的下跌跌到了440元 最近这两天 当它出现了 这里是底部 底部完了之后 其实它也没有再做跌破了 只要来回这460块钱附近的时候 其实就有出现了一些买盘的力道 推升上来 所以环球金 环球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因为我刚跟大家讲说 贵买指数对不对 贵买指数在这里 贵买指数里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族群 除了生计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细菌源族群 如果细菌源 它能够开始反攻上来 会对于整体的贵买市场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时候市场的气氛就会转强 所以你要看的是 这些涨价题材 未来是不是还能够有续长的空间 包括6182的合金也是一样 大家都把它骂到臭头 真的是骂到臭头 可是这个底部 其实慢慢的已经开始在做出来了 现在是在挑战越军线的反压 一旦上去之后 站稳越军线之上 就会带动整体的趋势 开始逆转向上 所以现在你看的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大盘真的有走落或者是走空吗 如果这一些个股 它能够展现它反弹的力道 甚至未来走强的力道 其实我认为台北股票市场 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发威下去 涨价题材或续威 重点是资金行情 它要什么时候来做启动而已 现在市场的气氛 确实是比较偏弱势的 可是每次跟大家讲说 黑暗之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指数拉回的时候 你才能够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在哪边 涨价题材到底还没有力道存在 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风华高科有没有 它宣布了晶片电子涨价 最高的涨幅来到72%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的早餐店 你的早餐店要涨个10块钱 基本上就已经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人家风华高科 为什么它的产品可以涨幅高达72% 一个产品的涨幅高达72% 代表说市场供给跟需求 它的不平衡 它现在是处于非常不平衡的状态 而且风华高科 你知道它的全球市占率只有几%吗 它只有1% 一个1%的公司就可以涨成这样 你更不用讲说那些 其实市占率非常高的 30 40%的公司 这些产品在涨价的过程之中 只要它的未来性还没有改变 你看现在2327的国具 其实它就是一个涨多的回档 你说真的 它这样子涨这么大一段 涨这么大一段 你把还原全值看一下 它像今年涨幅这么大一段 它做一个回撤整理 它这里回撤 你就说它是转空吗 我是认为还不至于 还不至于 如果说它未来可以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然后等待越军线收敛完之后 站回越军线之上 其实我认为 它后续还是有利可图的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操作上面 必须要有方法来去做操作 现在市场上的气氛 就是非常的短线 很多的强势股只强一天 甚至说它今天涨了 明天就跌下来了 我们为了因应现在的盘市 所以我们在超盘日市上面 做了改版 我们除了原本 有每日的盘后分析以外 每日告诉你说 确认帮你确认大盘的方向 股市金流图帮你掌握 主流的趋势 金流强势族群 涨流主流的标的 包括每周三和各股咨询 每周五的技术实战教学 现在加入一个短线交易特区 因为现在的盘市 你能做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短线 所以从7月27号那天开始 从第一档开始 我就跟你讲说 你要找的是这种 像类似这样子的 纯粹以技术面为主 然后设定停损在3% 如果说你没有打到停损 价位你就可以续报 所以你看到五四六四的零红 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价长量增突破整理 这是第一档标的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这里是不是一个 价长量增的突破 这里做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所以价长量增 而且它在我金流图里面 已经显现出来了 金流强势族群 已经显现出来了 价长量增突破盘整区间 所以你要尻码 买进去之后 隔天创高获利了解 隔天创高获利了解 那七月三十号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获利了解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它最后又拉回来做整理了 它最后又拉回来做整理 所以现在的市场气氛就是这样 现在市场气氛就是如此的短线 那包括在7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又推了谁 8415的大国刚 对不对 8415的大国刚 它是一样 同样的模式在线 整理突破 而且是带量 这个量已经出现在 我的金流悬股里面了 金流悬股显现出来的时候 当然它就是一个标的 一个机会 突破盘整区间的时候 又第二次8月3号的时候 再度突破盘整区间 价长量增 价涨的时候它是量增的 价跌的时候它是量缩的 所以这个阻力有没有跑掉 这个资金有没有跑掉 没有 没有跑掉的时候 再创新高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 隔天都还有高天可见 8月6号昨天的时候 它都还有高天可见 当初突破的买点在哪边 价涨而量增 价跌而量缩 所以突破上来的时候 涨幅可以高达18个percent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去做卖掉的话 一样喔 一样喔 它今天又拉回了 它今天又拉回下来了 所以你现在要看的不是说 现在市场上面到底 有没有一个波段的涨幅可以期待 现在你能够做的 就是一直做短线上面的短萃而已 除了大国钢以外 包括大成钢的部分也是一样 同样的模式我就一直用 同样的模式就一直用 一样突破盘整区间 它是带量的 这个又是在我金流显示 金流图里面所显现出来的 三角收链形态的突破 而且带动长期均线的翻扬 我刚刚讲均线很重要 均线是什么 它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中长期趋势的方向 所以现在呢 当你看到的均线翻扬的时候 我这个是三角收链形态 我这里做了一个三角收链 三角收链形态 这里做了一个三角收链形态的突破 突破来了 这一边所有的人都是赚钱的 都是获利的 而且我每一次价涨量争 价跌量缩 价跌量缩 代表它在干嘛 它在洗愁 它在洗愁码 当你看到这个在洗愁码的时候 基本上它这个地方的资金 它是没有离开的 它是没有离开的 所以一直到8月3号的时候 再度出现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是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布局的 可是呢 一样只能做短粹上的交易 只能做短粹上的交易 所以大成刚昨天是上涨了8个percent 8月3号跟你讲的 所以隔天是不是大冲了8个percent以上 现在呢 市场上面的气氛就是非常非常的短暂 可是如果说一样 你如果在上涨的过程之中 没有去做转换的话呢 其实它也就拉回了 它也拉回了 它也拉回了 现在你要看的是短线能不能形成一个主流 然后呢 这个主流能不能带动整体市场气氛 再度逆转 那现在的个股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今天涨了 不一定明天会续涨 或者是今天跌了 不一定明天就会还会跌 那现在个股轮动的速度 非常快速的情况下 你的操作的逻辑必须要有所改变 有一些波段的行情 它的产业面是OK的 它的基本面是浅 是强的 或者是说 它的未来成长性 它的订单能见度是高的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是可以留 可是呢 有一些部分呢 它是属于资金面的 它是属于技术面操作的 它完全是根据筹码面 下去做进出的话 那你当然就要选择 使用技术的方式下去做操作 那这些个股我当然是不建议大家再追 当然拉回整理的过程之中 后续再有讯号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做进场布局 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帮你准备 新的标的再做进场 比如像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这也是一样 同样的模式你在用 这个是不是价涨量增 价涨量增 价跌的时候量缩 量在缩的过程之中 它做了一个三角收链形态 三角收链形态 昨天出现了一个突破 还带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却变成一个短线上面的 什么 它是短线上面的支撑点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均线 它是上扬的 我的均线它是上扬的 它现在逆转均线 带动均线上扬的时候 代表整体的趋势已经改变了 这样涨量增整理量缩 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跟布局的买点 所以你要怎么去买它 操作要有公式 当然也要有方法 另外一档股票就是这一支 一样同样的这是一个整理平台的突破 这个均线才刚刚翻扬而已 这个均线才刚刚翻扬而已 代表说我这一段整理的筹码 才刚做一个突破的表态 价长量增价跌量缩 这一段清洗筹码的过程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大量突破整理平台 且均线开始转为上扬 价长量增价跌量缩 你要怎么去找到这样子的标的 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 是一个团队 你需要是一个团队的帮助 你去因应现在盘式上面的混乱 你只需要一杯小小的咖啡 你就能够换到这样子钻石级的资讯 你只需要一杯小小的咖啡 你就能换到钻石级的资讯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现在只需要你的信心而已 那88专案是我们最新推出的 现在我们推出一个88专案 我们这次的旗舰日报 你只要花88就到年底 目前限时优惠实施当中 感谢每一位 每一位辛苦的父亲 包括我的父亲也一样 他现在可能在收看我的节目 但是我们都很感谢每一位爸爸们 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 在这个88节的最重要的日子里面 我希望说祝福天下爸爸 都能够一路发发 所以我们推出了88专案 带领大家发发到年底 时间的关系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个阶段 有维旭老师来陪大家一起看办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分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海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更新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 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监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利上加利 展开布局 028773 8859 8773 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 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 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 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利上加利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我试在指引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发票吗 帮我存载具 什么载具 怎么对象 手机条码 信用卡 都也是哦 中奖会自动通知 还可以自己瞧 发票用载具 环保又便利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 关心您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前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